而全球的车市现在复苏力道强劲 真的是苦尽甘来 像是菲亚特克莱斯勒 他们第三季的营业利益是表现不错 27亿美元 可是历史的新高记录呢 而福特也很不错 原因是因为他们有一个高价的皮卡 带动了销售畅旺 上季的净利大约是24亿美元 而全球的税前利润率也达到了9.7% 这是五年来的新高数字 那么通用汽车第三季的财报 也由于华尔街的预期 净利有40.5亿 那么也是归功于 他们在北美获利比较丰厚的卡车跟SUV 而且据说未来还要再砸10亿去扩增产能 汽车业真的是笑呵呵 推出各式各样的新车要来抢市 再来看看国具 为了要拼被动元件龙头 董事长陈泰明 绝对是动作频频 今年还扩大在台湾投产 在高雄投资超过了200亿 新建大法三朝 第一场开工顺利 动土平安 国际高雄大发三场 14号正式动土 董事长陈泰明南下亲自主持 新厂楼地板面积2万6千平 最快2022年完工 预计创造3000个就业机会 总投资额超过200亿 实现台商回流 我们台商回台投资的一个重要指标 因为光这一个三场就有高达255亿的投资 成就全台最大MLCC厂 完工后高阶产线 月产可以达到200亿支 整合之前并购的鸡美美斯 成能仅次日韩排第三 强失车用电子领域 其中九月跟鸿海签订的合作也备受关注 陈泰明首都透露国具与鸿海策略联盟的看法 第一步将提供关键零组件 谈到鸿海的MIH平台 未来也有可能加入 在其他领域上 随着5G产品陆续上市 被动元界需求也跟着攀升 听过疫情冲击 订单慢到农历年前 提出利多消息 但长期还是有二波疫情的隐忧 16号股价收在396.5元 小跌0.13% 波动幅度不算大 他这个的眼光一定是精准的 赶扩厂 大家认为说经济可能要好几年 才会飞复的时候 他对未来有信心 反而就好像我们说的 利空出尽 他看到这个市场上是这样 布局长远市场 加码投资台湾 未来集团将有六成产品MIT 提升竞争力 也积极培养人才 携手承大 搭造共研中心 针对现有员工 有加薪计划 强调比往年还要好 多管齐下 让台厂在世界发量 参选李少博 许之琼方向台湾